什么是你的? 真正读懂它很难 世界上到底什么是你的? 爱人是你的吗? 不是 你们虽然风雨同舟 生起交融、感情交汇 但总有一天要分手 与爱人同生有可能 共死绝不会 白头偕老 只是美好的愿望 子女是你的吗? 不是 你们虽然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 有着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 那也只能有短暂时光的天伦之乐 即便是你到另一个世界 他们也只是为你送行 却没有把你又重新接回人间的能力 金钱是你的吗? 不是 虽然你拼命地赚钱 即便是银行有再多的存款 那也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东西 房子和车子是你的吗? 不是 虽然你的住屋温馨 开车舒服 但当你离开的那一天 就什么都不再享有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你的呢? 你的身体 只有它才是始终不离不弃的陪伴你 走完人生的全部历程 你的身体 只有它才能拼命地呵护你 直到耗尽它全部的能量为止 如果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陪你所走的路程就越远 没有了身体 你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因此 你要把这唯一属于你的东西 身体 看作无价之宝 爱护它 感谢它 别忘了 身体是一切 没有了健康 无法享受人生所有的乐趣 生起健康 生活才有质量 生命就会延长 只要活着一天 就是福气 就该珍惜 感谢观看 最快乐的人 常说 常笑 常联系 常给老朋友发信息 您说是吗 不要那么累 回头看看 得自己好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